我只是不想 心仪的弟弟 或者妹妹 出生的时候 遇上麻烦 你不想战斗 十月不会放过你啊 那我就退出这个战斗 您能不能帮我问问安姐 她为什么还不离婚 他们连口子离不离婚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是一鸣着急的话 你让她来说呀 安安姐 不会还在等一鸣哥回头吧 十月 你太过分了啊 阿姨 一鸣哥已经搬出来 和我在交往了 我们很相爱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我们呢 好歹是姐妹 一鸣哥跟我说 是因为安安姐放不下 所以一鸣哥才迟迟没有办 您就帮我劝劝安安姐吧 到底是谁不想 谁拖到谁不离 你搞清楚一点 我们安安呢 现在工作也好 哪儿哪儿都好得不得了 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那就更应该 尽快做个了断 你想让安安给你疼地方吗 我们凭什么要满足你呀 阿姨 我只是不想 心仪的弟弟 或者妹妹 出生的时候 遇上麻烦 你说什么 昨天十月内找过我 他找你干吗 他昨天才能告诉我 他怀孕了 你看 我就说吧 这个贱女人肯定用这招 说自己怀孕了 是不是真的 还不一定呢 你管他是不是真的呢 总是能确定的 他就是来逼安安离婚的 这件事情 我一点都不意外 不 是真怀孕 还是假怀孕 他们俩肯定长久不了 拜托 女人敢让自己怀孕 那就是认真的 谁会拿自己的孩子 开玩笑啊 我现在只是担心心仪 如果十月真的怀孕了 我怕 他不让一鸣来看心仪 我跟你说 这个贱女人就是妒忌你 他看你现在又漂亮 工作又好 心里就不平衡了 在那装小白兔 想博得我哥同行 一旦你弱下来 他就会追着你 不会给你留点余地的 所以啊 咱就这为了心仪 也绝对不能让这个贱女人得逞了 你看人家安安多淡定 你别在那装强 你都敢让他学识 女人说话男人插什么嘴啊 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战争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去跟他纠缠 你不想战斗 十月不会放过你啊 那我就退出这个战斗 那我就退出这个战斗